大家好,欢迎来到德语AR的学习课堂 大家好,欢迎回到德语学习课堂 那么还剩下最后五课,各位加油哦 那么上一堂课呢,我们学习了很多不同的外来人口的概念 复习了一下VAN引导的条件中语重句 今天这堂课,我们把目标移动到老本时代一家人身上 他们发生了一件倒霉的事情,发生了一场交通事故 那么围绕这个事故呢,今天我们要先做一个听力练习 然后学习的MIT引导的重句 那么好的,让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学习吧 OK,那么首先我们先来放松一下做一个听力的练习 请同事们翻开课本214页看到练习一 Familien Laubenstein hat einen Unfall Laubenstein家发生了车祸 那么看到题目A Hören Sie Was ist der Grund für den Unfall 请听音频 事故的原因是什么呢 题目一共给出了三个理由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三句话 那我们明白大概意思之后呢,我们再做听力 在听力的时候,请同学们注意抓关键词就可以了 OK,首先理由一 交通信号灯是红色的 但是Revoer先生却踩了油门 Gas geben表示加大油门踩油门 那么明明是红灯,Revoer先生还是踩油门闯红灯了 于是事故发生了 这里注意一下 Das Rot 指的是Rottslicht 红灯 来自形容词Rot 各种表示颜色的形容词名词化之后都是中性的 比如 Das Grün Lüten Das Gelb 黄灯 OK 那么如果我们想说现在是黄灯 除了可以用这词auf搭配stehen之外呢 也可以用动词zeigen 比如我们说 The apple steht aufgelb 或者我们说 The apple zeigt gelb 都是可以的 现在是黄灯了 那如果说从黄灯变到了绿灯 得以用到动词springen 也是搭配接词auf The apple ist aufgelb gesprungen 红绿灯跳到了黄颜色的灯 也就是变黄灯了 OK 那么此外呢 我们还可以搭配接词by 表示在红灯亮着的时候做了什么事情 比如 Er vorbeirot über die kurzon 他过交叉路口的时候闯红灯了 意思也就是在红灯还亮着的时候 他穿过了交叉路口 OK 那么再看理由 二 Herr Revoir hat die Vorfall nicht beachtet und ist mit Familienlaubensteins Auto zusammengestoßen Revoir先生 没有注意到 优先行事权 跟laubenstein家的车 相撞了 那么这里的 die Vorfall 只有 单数行事 表示优先行事权 那么我们再看理由 三 Frau Laubenstein hat gehalten weil jemand den Zebra streifen überqueren wollte Der Fußgänger ist der Unfallzeuger Laubenstein太太将车停住了 因为有人在过班马线 那么这位行人呢 目睹了整个交通事故 halten是一个不及物动词 表示停住 不规则变化 大家还记得上一节课 我们学过的Er halten吗 加了个前缀 Er 但是动词变化本身 还是根据基础词来判断的 所以并没有区别 和halten是一样的 Er hält Er hielt Er hat gehalten OK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例句 Der Zug hält In fünf Minuten am Bahnhof 火车五分钟之后靠站 那么这里的借词 In加上时间表示 在将来的某一个时间段 或者说再过多久 OK 那么我们传说中的班马线 德语就叫做 Der Zebra streifen Die Zebra streifen 使用名词 Das Zebra 和Der Streifen 意思是条纹 条状物 连到一起的 也就是我们说的人形 很道 斑马线 那么搭配动词 ÜBKWIEREN 加上AKUSATIVE 表示很快 度过 Eine Straße oder den Fluss ÜBKWIEREN 过马路 或者过河 都是可以的 最后再看到一个单词 Der Unfall Zeuge 很明显是事故 Unfall 加上ZOIGE 组成的 Der Zeuge D Zeugen 证人 这里表示男性的证人 那如果我们想要表示 女性证人的话 则需要在ZOIKE 后面加一个女性词尾 In ZOIGE 腹术就是ZOIGE OK 那么下面请大家认真听听力 判断一下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 发生了车祸呢 如果第一遍你听不懂 可以多听几遍哦 Familie Laubensteins Autounfall 1 Familie Laubenstein Hat一遍 Familie Laubenste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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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已经被判断了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被判断了 我们现在已经被判断了 因为我没准备了 我们现在已经被判断了 我们现在已经被判断了 我们会看到 我们已经看到 在这里 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您的 您的声音 有没有选对呢 听力中的两个人 一个是Frau Laubenstein 一个是Herr Revoir 两车相撞 发生了事故之后的一段对话 OK 首先女生说 Oh yeah Sind Sie verletzt? Is alles in Ordnung? 哎呀 您受伤了吗 一切还好吗 Alles ist in Ordnung 一切正常 之前我们学过 还可以把动词sein 换成gehen Alles geht in Ordnung OK 于是大家注意到没有 后面先生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用到了动词gehen 他说 Ja ja Das geht schon Warum haben Sie den nicht gebremst? 是的 还好 您为什么没有刹车呢? OK 这里动词bremsen 可以直接表示刹车 也可以加四个冰语 听力里面直接表示刹车 用的是 Jemand hat gebremst Der Fahrer hat zu spät gebremst 司机刹车踩太晚了 我们也可以直接在动词后面 加上四个冰语 也就是说 Er kann das Auto nicht bremsen 他刹不了车了 OK 那么男士问他 你干嘛不踩刹车呢? Frau Laufenstein这时候回答说 Mein Gott Ich bin ja so erschrocken Hauptsache Ihnen ist nichts passiert Ich bin ja Gott sei Dank auch unverletzt 天哪 我已经被吓傻了 还好你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谢天谢地 我也没有受伤 那么这里的 Hauptsache 表示最重要的是 要紧的事 而后面跟着的这句话 主语是 Nichts I呢 是三格的对象 还好您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OK 那么后面的这个 Gott sei Dank 是口头语 表示感谢上帝 谢天谢地的意思 OK 那么我们最后再看到 第一句话里面出现的 Erschrocken Erschrocken 是动词 Erschrocken的第二分词 或者我们也可以叫它 过去分词 在这里做形容词用 表示某人感到很吃惊 非常的惊慌 所以呢 一般都是说 我吓死了 他吓傻了 小妖老师吓哭了 这种 主语一定是人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 同词干的形容词 叫做Erschrocken 大家知道 Lis是非常常见的 形容词词味 意思是某件事情 某种事物 令人感到恐慌 所以呢 主语一般是物 或者是事件 那么再来看一下动词 Erschrocken 可以是极物动词 也可以是不极物动词 不规则变化 Er erschrockt Er erschrock Er ist Uder Er hat erschrocken OK 做不极物动词的时候 表示对某事 感到吃惊害怕 极物动词的时候呢 则表示 主动去吓唬某人 我们可以说 Ich erschrock Über ihr Wort 我被他们的话吓了一跳 那么这里的 Über ihr Wort 借此短语 作为动词 Erschrocken的间接兵语 或者我们也可以说 Erschrocken mich nicht 别吓我好吗 这里的 Mich 这是动词 Erschrocken的四个兵语 OK 那么对话还在继续 这时候 Rivor先生说 Dann ist es ja gut Wir sollten jetzt mal Das war drei Eck Aufstellen Und Uns den Schaden ansehen 那么那太好了 现在我们需要 另一个停车警告牌 检查一下 我们的车子的 受损程度 这里的这个 Das war drei Eck Die war drei Eck 停车警告牌 一般都是三角牌 是由名词 Wan 警告 加上 Drei 再加上 Eck 组成的 后面两个部分 其实可以连到一起 叫做 Drei Eck 三个角的 OK 其实这是我们在路上 看到的那种 红白相间的 三角菱形的 小路障 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印象 Laubenstein女士 跟着说 Ja und dann rufen wir die Polizei 好的 我们还得报个警呢 那么到这里 我们发现 出车祸之后 要做的事情 前四步 我们可以确认了 首先 你需要先确认 双方是否有受伤 Verletzt Unda unverletzt OK 然后再竖起警示牌 Wa drei Eck 紧接着 再检查一下 车子是否故障 Der Schaden des Autos 安ziehen 最后呢 再叫警察 Die Polizei anrufen 那么这时候 River先生看到 自己车子的惨状 都要哭了 他说 Oh My armes auto Der Kofferraum ist komplett verbolt Und der Scheinwerfer Rechts Hinten ist auch hinüber 不可怜的车子 后备箱都已经 完全凹进去了 右侧的尾灯 也都移了位置 这里的 Der Kofferraum 行李箱 后备箱 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组合词 它是由 Koffer 加上 Raum 构成的 放Koffer 也就是放行李箱的这个空间 就是我们说的后备箱 OK 那么这里面后面还有一个 Verbolt Verbolt 是动词 Verboilen的过去分词 动词本译是 石某物 凹陷下去 那么这里做形容词 表示凹陷的 不仅 River先生哭了 老板女士也要哭了 他说 好吧 您来看看我的车子 您觉得我丈夫看到了之后 会发多大的火呢 OK 这里后半句用到了一个将来诗 因为 Herr Lobenstein 现在还不知道 他老婆开着他的车 出车祸了呢 但将来 他肯定是会知道的 所以用到了将来诗 结构非常简单 Verden加上 Infinitive 也就是Verden加上 动词原形 Verden在这里做助动词 表示将来 比如我们可以看一个句子 Er wird morgen bei mir zu besuch kommen 他明天 将会过来拜访我 因为这件事情 是明天发生的 所以用到了将来诗 Wert kommen 但其实在口语中 我们一般都需要 现在诗来代替将来诗的 比如我们可以直接说 Er kommt morgen bei mir zu besuch 都是可以的 OK 那么 两个人的车子 都撞得非常厉害 这时候爱车的男士爆发了 女士也不甘示弱 Warum haben sie denn nicht gebremst Nin究竟是为什么不刹车呀 Ich Sie haben doch nicht gebremst Woh Nin才没有刹车呢 其实是说 你才是需要刹车的那个人呢 Ich bin doch auf der Hauptstraße gefahren Wozai主干道上面开车好不好 Und ich bin sogar von rechts gekommen Also habe ich auf jeden Fall vorfahrt 而且我是从右边开过来的 不管怎么说 我有优先行驶权 OK 那么 这两句话 虽然吵得非常凶 但语法上都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继续往下看 Aber sie können doch bremsen Wenn ein anderes Auto vor ihnen auf die Straße fährt Sie müssen mir doch nicht hinten drauf fahren 但是 当其他车子 开在您面前路上的时候 您本来可以下个车呀 您不能跟在我后面开车呀 这两句话中间有一个Wenn引导的从句 主语是 Ein anderes Auto Vor ihnen auf die Straße 这里是两个地点状语 在你的面前 Vor ihnen Und auf die Straße 在这条街上 那后半句的Drauf 指的就是Darauf 表示 在同一条街上 OK 对话进行到这里 感觉Rivre先生好像占了上风 我们来看一下 Laubenstein女士的反攻 Also Hören Sie mal junger Mann 你给我听着年轻人 Hey 先搬出了年龄又是 他接着说 Sie haben einen Fehler gemacht weil sie links abgeborgen sind und sie dabei die Vorfahrt nicht beachtet haben 您犯了一个错误 因为你是向左边转弯的 但您未必没有注意到 优先行事权 你有错在先 所以你不能怪我 对吧 然后他又说 Und jetzt sagen sie der Unfall ist passiert weil ich nicht schnell genug gebremst habe Also wir rufen jetzt sofort die Polizei dann werden wir schon sehen 然后您现在跟我说 之所以发生车祸 是因为我没有及时踩刹车 那好吧 我们立刻叫警察来 看看到底是谁的错 OK 首先呢 这段话里面有两个 weil引导的从句 表示原因 注意从句的动词之后 第一个从句里面 有个动词叫做 upbeegen 拐弯 可分动词是特殊变化的 er picked up er broke up und er hat abgeborgen 比如我们想说 向左拐或者向右拐 我们可以说 links oder rechts abbiegen 我们也可以在 links和rechts前面 加上这词 nach nach links ok 那么后面还有一个动词 beachten 表示注意到 观察到 和我们之前学过的 achten是一样的意思 只不过用法不同 前者是极无动词 可以直接加accusative 后者呢 则需要搭配借词auf auf etwas accusative achten ok 那么请大家向 laubenstein女士学习 碰到事情说话 有理有据 各种从句用起来 那么这篇听力文章 就讲解到这里 一点都不难 我们来看一下 A部分的题目 很显然应该选择第二句 主要还是 Rivor先生的错 那么请大家 再听一遍这篇听力 回顾一下文章中的 一些重要词汇语法 知识点 Familie Laubensteins Autounfall 1 Familie Laubenste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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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他們不顧著警察 現在他們說的事發生了 因為我沒有速度鎖 所以我們馬上叫警察 我們會看到 Zither Harp Mit dem Fingerschreiben, du hast den Worten Leben eingehaut Das ist mal ne blaue Stunde, mehr als Laune einer Freund Blaue Stunde und die Vernunft macht blau und die Vernunft macht blau und die Vernunft macht blau Ok,欢迎回来 下面请同学们翻开课本214页 我们看到练习2 Was macht man nach einem Unfall? 车祸之后,人们需要做些什么? Nummerieren Sie in der richtigen Reihenfolge 请按照正确的顺序,标号 请大家看到下面总共有8步 有刚刚课文中间出现的部分 也有刚刚没有出现过的步骤 同学们可以根据一般的常识 来判断一下谁先谁后 Ok,欢迎回来 我们按照参考答案的顺序 来看一下这8个步骤 首先,出车祸之后 我们要先打开警告闪光灯 和刚刚学过的 和刚刚学过的 前面的附加词是一样的 和警告加上blinker 表示指示灯 来自动词blinkern 闪烁、闪亮 那么这个动词 之前我们在学习电脑词汇的时候 其实已经了解过 表示打开 你可以打开一个电子设备 是规则变化的可分动词 我们可以说 发生交通意外之后 首先应该打开警告闪光灯 那么我们再看到第二步 放停车警告牌 这里在aufstellen auf表示在什么什么的上面 stellen表示放,放置 连起来就表示 把什么东西放到什么什么上面 Ok,那么第三步 需要查看受伤人员 采取急救措施 Nach verletzten sehen und erste Hilfe leisten Nach etwas datif sehen 表示查看、照看 而Nach verletzten中的 verletzten是名词 der oder die verletzter die verletzter 受伤者的复数三个形式 那么这个单词 是不是和受伤的 verletz很像呢? Ok,这一类名词 就是形容词名词化之后产生的 本来就是verletzter 名词化之后变成了 dien und die verletzter 首字母大写 带上了词性 可以用来指代人或者物 那么这一类词呢 有两个简单的特点 首先 如果形容词名词化之后 要指代人的话 分阴性和阳性 对应女人和男人 如果名词化之后 是指代物的话呢 那就一律是中性 其次 他们需要变化词尾 而且需要根据 形容词词尾的规律 来变化的 比如 der man ist verletzter 我们可以推出 der man ist der verletzter 形容词 verletzter 在定观词后 需要加上词尾 e 或者我们还可以推出 der man ist unverletzter 形容词 verletzter 在不定观词后面 也要根据词性 加不同的词位 阳性加er 阴性加e 中性加es OK 同样的 根据名词格数不同 也需要根据格 来调整使用词词尾 比如我们说 die Polizei hat einen verletzten gefunden 警察找到了一个男性伤员 这里的动词finden 要求四个编语 所以阳性的 der verletzter 变成了 den verletzten oder einen verletzten 都可以 词尾需要加上en 那么还有很多不同的情况 请同学们回去复习一下 顺便可以复习一下 形容词词尾的各种变化 OK 那么我们回到排序 确定人没有受伤之后 就可以继续检查一下 看看车子有没有损坏 den schaden ansien 查看车子的受损情况 der schaden de schaden 损坏 der autofundherrn rever hat einen großen schaden rever先生的车子 损坏非常的严重 注意一下 若变化名词herr 一格以外 都要加上en 这个情况 OK 那么检查完车子之后呢 再呼叫警察 die polizei rufen 报警 动词rufen 我们在上一堂课 讲gastarbeiter的时候学过 这里就不多说了 大家可以复习一下 继续看下一步 eventuell zur Seite fahren 尽可能的把车子开到一边 eventuell 表示可能发生的 一般用作形容词 by eventuellen schwierigkeiten würde ich dir helfen 一旦发生困难 我就会帮你 这里的借词by 提示同时发生的事情 是借词短语 做句子中的时间状语的情况 那么后半句也是将来时 verden加上动词原型 helfen helfen verden 我将会帮你 OK 那么接着呢 再给家里打个电话 mit der familien telefonieren mit jemandem telefonieren 我们十六单元就学过哦 而且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 叫做 jemandem anrufen 给母人打电话 那么 给家里人打完电话 报完平安之后 最后呢 我们还需要向保险公司 报备 den unfall der Versicherung melden 这里的 der Versicherung 是三个表示对象 向保险公司报备 den unfall 四个兵语 报备什么呢 报备一次事故 这里的动词melden 宣报 可以加三个 也可以加四个 也可以用 atwas accusative by jemandem melden 用by jemandem 来引出三个对象 那么这个顺序 大家都理清楚了吗 我们就讲到这里 那么说到这里 给大家留一个课后作业 请同学们利用我们上一个单元 学过的表示 zeitliche Einführer的时间副词 将这八部分 写成一篇连贯的小短文 描述一下车祸之后 我们应该怎么做 注意前后 以及动词时代 那么 可以把自己的作业 提交到讨论区哦 OK 那么做完刚刚两个阅读练习 我们现在要把目光 转向今天这堂课的重点语法 也就是nebenzetsen mit damit 一般在德语学习中 dammit从句和wum zu 是放在一起讲的 两个都是引导一种目的 而且两者在一定条件下 可以互相转换 今天这堂课呢 我们先大概了解一下 dammit的用法 一会儿呢 我们会在练习中 也会大量的接触到 dammit从句 下一堂课 我们会结合wum zu 系统的学习一下 并且做个比较 所以呢 先跟我来看一下 dammit从句的一些基本定义 dammit作为从句的引导词 在句子中引导目的从句 也就是说 主句的这个动作 是为了达成从句中描述的某种目的 意思可以翻译成 为了 因此 以便 等等 那么dammit就是可以带出目的的一个连接词 dammit从句一般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 首先呢 它符合所有从句的一般特点 从句中的动词 位于句子末尾 而且呢 一般dammit从句是放在主句后面的 第二个特点 一般主句和从句 主语不相同的时候 会使用dammit从句 当然 有些组从句里面主语相同的情况下 也习惯用dammit 第三个特点 在口语中 dammit引导的从句 可以单独拿出来 做一个独立的句子 但前提是 主语必须是人 那么好 针对这些小特点 我们来看几个简单的例子 首先例句一 是一问一答 为什么要打开警告 闪光灯呢 回答说 为了提醒其他的驾驶员 或者我们可以执意说 这样其他的驾驶员就会注意到 这里符合特点三 我们看到dammit引导的从句 单独拿出来 作为了一个独立的句子 回答问题 而句子的主语是 The other autofare 是人 而且请大家注意 虽然他单独拿出来 做一个句子回答问题 句子仍然是从句的语序 也就是说 引导词后面跟着主语 而动词放到了句子末尾 而不是像主句语序一样 站第二位 对吧 那么我们再来看到例句二 Man uft die Polizei 有人报了警 以便警察可以来做笔录 我们看到这句话 其实是两个动作 动作一 Man uft die Polizei 有人报警 动作二 他们过来做事故笔录 动作一的目的是 为了完成动作二 于是中间用了一个dammit dammit从句中 动词aufnehmen 放在了句子的末尾 那么我们这里顺便复习一下 可分动词的位置 本来如果是正常语序的时候 要把可分前缀和主干动词分开 主干动词放在第二位 前缀放到句子末尾 有那么点 我住长江头 君住长江尾的意思 但是呢 在从句中 可分动词和主干动词 重新走到了一起 变位还是根据不同的主语来 但是前缀和主干 这时候就不需要分开了 比如例句中 damit sie den Unfall aufnimmt 这时候的aufnimmt就没有分开 OK 那么这个例句的主句 主语是man 也就是贩子的一般人 而从句中的主语是 sie 指代前面的polizei 主从句的主语不相同 于是用到了damit OK 我们再看到例子三 man muss zur Seite fahren damit der Krankenwagen vorbeifahren kann 人们要靠边开车 以便救护车可以通过 der Krankenwagen die Krankenwagen 救护车 那么同样是两个动作 一个是man muss zur Seite fahren 另一个是der Krankenwagen kann vorbeifahren zur Seite fahren的目的 是为了让der Krankenwagen vorbeifahren 给救护车让道 注意哦 在德国车道上跑 大家都会非常自觉的给救护车让道 不会出现过分拥堵的情况 因为如果你被救护车撞了 是收不到任何保险赔偿的 这里主句的主语同样是man 而从句中的主语是der Krankenwagen 一样是不相同的主语 中间用damit来连接 OK 那么针对这一部分 我们再提醒一个小点 针对damit提问 我们可以用到votzu 表示为了什么 提问目的 比如看到我们的例句一 就是一个votzu提问的问题 那么我们也可以再看到一个例句 ich habe die Klingel abgestellt damit ich nicht gestört werde 我把门链关掉了 以便我不受干扰 如果要针对话线部分提问的话 需要问的就是前面的目的 那么就可以用到votzu 提问我们可以说 votzu hastu die Klingel abgestellt 你为什么要把门链关掉呢 OK 那么关于damit的语法部分 我们就讲解这么多 下面请同学们翻开214页 看到练习三 votzu Veche Eclairung Post 理由是什么 哪个解释比较符合呢 一共有六句话 请同学们把左侧的句子 和右侧的理由对应起来 OK 那么题目都做完了吗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这几道题目 主要是作为damit从句的一个练习 而题目中的这些内容 很多我们在前面讲解各种阅读内容的时候 其实已经提到了 所以应该并不难 那么我们看到第一句 我们看到第二句 Auf jeden Fall muss man ersthilfe leisten 对应句子A 尽可能的将车子开到一边 以便给救回车门留下足够的通道 同样的 提问我们可以用 Votzu Votzu muss man eventuell zur Seite fahren 回答我们说 Damit der Krankenwagen vorbeifahren kann OK 是不是很简单呢 再看到最后三句 Die Polizei sollte man rufen 对应句子A Damit sie den Unfall aufnimmt 有人报了警 以便警察可以过来做笔录 那么注意一下 主句的主语是man 而不是die Polizei OK 那么如果提问的话 我们也可以用Votzu Votzu sollte man die Polizei rufen 答案我们可以说 Damit sie den Unfall aufnimmt OK 再看到倒数第二句 Man ruft die Familien an 对应句子B Damit sie sich keine Sorgen macht OK 我们应该打电话回家 这样家里人才不会担心 OK 同样的是Damit 连接的两个句子 同样的可以用Votzu来提问 Votzu ruft man die Familien an 人们为什么要打电话回家呢 答案我们可以说 Damit sie sich keine Sorgen macht 那么再看到最后一句 Di Unfallgegner schauen sich den Schaden an 对应句子F Damit sie in ihrer Versicherung melden können 事故当事人应该检查自己的受损情况 这样他们才能够向他们的保险公司申报 Di Unfallgegner表示事故当事方 也就是事故当事人 同样这句话我们可以用Votzu来提问 Votzu schauen sich die Unfallgegner den Schaden an 回答 Damit sie in ihrer Versicherung melden können 那么最后呢 再请同学们完成课本上一个表格填空 分开课本 215页看到练习4 请同学们把这个表格填写完整 OK那么今天这堂课呢 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听力练习和阅读练习 体验了一下车祸现场 同时呢 学习了德语法Damit引导的目的重句 下一堂课我们要学习Umsu重句 再了解一下德国的一些不同的保险 最后呢 再做一个阅读和听力练习 走进复杂的保险世界 那么今天这堂课呢 请同学们回去把课本上的Damit重句 再练习一遍 那么我们今天这堂课就上到这里 我们下一堂课再见 Auf Wiedersehen 在这堂课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